众人发现眼前的恐怖生物就仿佛是来自外星一样怪异万分 施软的触手好像随时都会发动进攻 吓得众人一激烈 好在这只是怪兽的回光反照 然而诡异的是 通过调查分析后 女人发现怪兽身上还长有可爱的道沟 种种迹象表明她应该是只食肉动物 按照生长周期来看 她还正处在婴幼儿阶段 话音未落前挺内就突然断电 异常的情况让众人瞬间打起十二分精神 眼看钢管被震得不断晃动 他们赌定外面一定有什么恐怖的生物 而且很大的可能就是为了前来寻找他们抓到的怪兽 下一秒 众人见状还没缓过神案 紧接着上方的天窗就出现一根硕大的触手 趁他们愣神之际 怪兽已将塔台破坏并且已经开始坍塌 为了不被压成肉饼 众人迅速穿戴好潜水服后便逃入了海中 可糟糕的是无数废墟已开始接连落下 稍不留神就会被砸中乳分西北 好在很快情况就稳定了下来 为了逃出升天众人 只能赶到另一处钻井平台才有一线生机 可就在他们向着目标前进时 这一幕瞬间把小美吓得目瞪狗呆 可众人也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进 半路上他们又发现了被废墟压住的队友 可就在男人正准备示意人手时 意外却突然发生 一股强大的拉力瞬间将男人拖了出去 面对大众的求救小美却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此刻怪兽已迅速来到了女人的眼前 还没等小美反应过来便不吃一口将其寒入 危急时刻好在队友及时出现发起反击 这才将怪兽给成功吓跑 可糟糕的是他们也不小心掉入了深渊 千钧一发之际大撞按下按钮 利用爆炸的威力最终救下了小美 等女人再度醒来时 身边的队友已接连狗蛋 现在图留下她一人存活 为了不辜负大家的期待 小美随即便只身踏上求生之路 而就在半路上她竟突然发现了队友的踪迹 女人二话不说便飞身扑去 看着惊魂未定的队友 好在收作安慰后女人终于冷静了下来 如此下去有了伙伴后 他们便对未来更加有了信心 随即两人便拖着受伤的队友朝前而去 在经过长途跋涉后 一行人终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钻井平台 现在三人只需进入基地后便可顺利逃脱 可很快小美便发现了不对劲 只见眼前的大门上悬挂着数以万计之怪兽 尽管他们很是害怕 可是逃生之路已经在眼前 众人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闷声而去 幸运的是这些怪兽一动不动 仿佛就在冬眠一般 只要他们不动声色那势必会安全通过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即将发生 随着女人身上的闹铃响起 受到惊吓的怪兽瞬间抱起发动袭击 趁小美稍不留神酷吃一口就将其含住 眼看自己即将成为盘中餐 怒火中烧的女人直接一发火箭交其做人 请客见怪兽就隐恨西北 最终小美也成功逃了出来 然而此时危机还并未解除 等女人回头望去 只见眼前成百上千只怪兽已然松醒 而更恐怖的是 就在不远处的地方 还有着一只身高数万米的巨兽 此前那些令人头皮发麻的怪兽 实则全是她身上的寄生虫 好在小美趁机迅速逃进了基地 三人最终成功会合 此时只要他们找到救生舱便可逃离出去 很快他们便顺利找到了地方 然而就在这时小美却发现 有一个逃生舱已经损坏 为了不让队友为此担心 她瞒下情况将两人先后送了出去 然后看着这些丑恶无比的水猴子 和罪魁祸首的巨兽 女人随即便做出了一个违背主动的决定 只见她立马掉出钻井台的核心能量棒 并将温度全部拉满 接着在确定爆炸的余波 不会牵连到逃生的队友后 二话不说便按下按钮 成功将怪兽扼杀在了这片深海之中 最终凭借着一己之力 顺利守护住了全人类的安全 感谢观看